台中的打火弟兄疲于奔命 一个晚上发生了两起火警 中区的一间商业大楼冒出了白烟 消防队到场发现是大楼入口的香肠滩起火了 而当时香肠滩早就收滩打烊 老板声称可能是电线走火 还好没有人受困 另外在大甲的一间移工宿舍 门口停的电动自行车 疑似充电冲到爆炸 突然起火了 一共烧毁了十部的电动自行车跟机车 附近邻居说 移工常常改车改装电池 可能因此引发火势 电动自行车突然冒出一团火光 接着爆炸起火 喷出浓浓黑烟 火血来得又快又猛 瞬间就蔓延开来 整排电动车陷入火海 消防队到场扑灭火势 总共有八台电动自行车 两台机车烧成骨架 一名女移工为了救爱车 遭到火吻双脚恶度灼伤 火很大 真的吓到了吧 有啦有啦小朋友都在抖啊 回到许发现场 辞得路上的移工宿舍 门口有一部投币充电站 移工骑车回家就充电 一次冲到爆炸 加上移工为了增加车速 改车改很大 没被烧掉的电动车 一口气装了七颗电池 现在酿成火警 移工人也跑了 有一两次啊 他们在这边 其实是没错啊 是他们趁早好多次啊 还好没有烟烧到屋内 至于起火原因还要厘清 不过打火弟兄疲于奔命 一个晚上接连两场火警 失去一间香肠摊 突然起火 还有烟筒烧到融化焦黑 当时已经收摊打烊 楼上舞厅和KTV的客人 和工作人员 被紧急疏散到对街 好在无人受伤 没有酿成更大意外 记得潘行李城市 捷王顺旋 台中报道